生孩子发红旦的由来 在我国远古时期 北方溢水中游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氏族 商 后来建立的商朝就是由这个氏族发展起来的 商的始祖是谢 他的母亲简迪是部族首领酷的妻子 传说有一天 简迪到溢水边洗澡 忽然有一只喜燕在他身边的一株大柳树下生了一个蛋 简迪见后 就将燕子蛋吃了下去 一年后 简迪生下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 整个氏族的人都为此而高兴 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首领酷更是高兴 叫人煮了许多红鸡蛋 分送给大家共享 这个孩子就是谢 谢长大以后 接替父亲当了氏族的首领 成了商的始祖 从此 商这一族的人就将燕子奉为神鸟 并认为 谁家妇女只要吃燕子蛋 就会生一个聪明而又本领高强的男孩子 谢的功绩和生孩子吃红蛋的古老风俗 一直流传到现在 下载啦 来 这么说 再来 拍摄 下载啦 下载 一尾 下载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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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